Odia Jungle Odia Jungle 特种部队应勇善战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屡见其功 但是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 俄罗斯军队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 特种部队也不例外 再加上相比美军特种部队 而特种部队的装备体系都很土 一度被众人非常嫌隙 吐槽归吐槽 国内反恐情势还是很严峻啊 能怎么办 只能向外学习了 哎 全球领尖的特种部队是谁 我学习借鉴下 于是俄罗斯就考虑进行特种部队改革 学习美军特种部队的体系与作战方式 组建起以支析方式的特种部队 说做就做 俄罗斯从2008年起进行军事改革 2013年3月 俄罗斯国防部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 KSSO成立 SSO特种部队只属于特种作战司令部 坐地位于首都莫斯科郊外的库兵塔 SSO特种部队的人员大约有2000人 由军官和专业士兵组成 主要负责国外反恐斗争和一些特别行动 其中每个士兵必须把握至少五种基本技能 包括跳伞 登山 潜水 城市战和高官人员保护 另外还有狙击 野外生存等等 这支特种部队吸收了西方特种作战部队的经验教训 有人说俄罗斯算是如愿以偿 这次组建了自己的三角洲特种部队 但是 有一个问题是 俄罗斯没有钱啊 没办法像美军那样 配备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没有资金支持一些装备的研制 这就比较尴尬了 是罗斯是马德拉出来溜溜 看看这支年轻的特种部队在战场上到底表现如何 没有老牌特种部队有名 也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它能行吗 乌克兰以及叙利亚成为SSO特种部队的检验战场 SSO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 SSO的第一次战斗部署 是在2014年 当时除了担任索谢东奥会安保任务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 2014年 乌克兰危机爆发 克里米亚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 并成立克里米亚共和国 准备加入俄罗斯 俄军SSO特种部队快速反应 第一时间便出现在了相应地区 在许多要害据点 对乌克兰军队实施定点清除 为俄罗斯守复克里米亚扫清障碍 2015年 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局 SSO特种部队也被派遣去往叙利亚 支援俄军作战 在叙利亚战场上 SSO特种部队接受了很多讨厌 2015年11月24日 一架一经过土耳其领空的俄罗斯苏到24 遭到土耳其空军的F16战斗机击落 飞机坠毁在叙利亚境内 机上成员跳三后 已遭到叙利亚土耳其旅的攻击 一名飞行员死亡 另一名飞行员 被俄罗斯武装救回 据悉 当时被派遣回收战机飞行纪录器的正是SSO部队 此外 在战场上 SSO特种部队神出鬼没 很多叙利亚反政府军中的极端组织 经常遭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攻击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人就挂了 这就要提到之前我们讲的SSO特种部队16VS300武装分子的故事了 2017年5月10日 一支16人的SSO特种部队 在阿勒泊对敌军进行抵禁侦查时 遭到武装分子埋伏 大约300名武装分子在排击炮 榴弹炮和坦克的掩护下 对俄军发动猛攻 甚至还出动了自杀式汽车炸弹 俄军特种部队将事先侦查到的武装分子的据点位置 信息传输到指挥部 俄空军对武装分子进行空袭 特战队员进而利用地形优势和夜战优势 对武装分子进行反击 最后打死了30多名武装分子 而俄军16人却毫发无损 SSO特种部队虽组建不久 但从其战斗中可以看出 特种部队的战术和作战风格值得称赞 但俄罗斯特种部队在反恐作战中 并不是一直好运在身 在战斗中也有很多特战队员献出了生命 让反恐斗争显得悲壮和沉重 之前文章中展示的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让很多人心深感慨 战争是残酷的 是无情的 2016年 五名俄罗斯格鲁乌特种部队官兵 在叙利亚遭遇恐怖组织伏击 无人全部遇难 恐怖分子还要武扬威 把牺牲的俄特战队员的武器装备和业务 发布在互联网上炫耀 引起俄罗斯人民的强烈不满 2016年 一名 25岁的陆军中尉 亚历山大普罗霍连科 在执行任务中被恐怖分子发现 在打完子弹之后 他立即使用无线电 向上级请求向他所在的位置发起空袭 要与敌人同归于尽 与敌同归于尽 是一个士兵最悲壮勇敢的抉择 他在最后的无线电录音这样说道 他们在这里 这是最后的请求 指挥官同志 谢谢 请告诉我的家人和我的国家 我爱他们 告诉他们 我战斗了 我也很勇敢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请照顾我的家人 并为我复仇 指挥官同志 再见了 告诉我的家人 我非常爱他们 普罗霍联科成为俄罗斯版的 向我开炮的英雄 在其牺牲后 俄总统普京追授其为俄罗斯